俄罗斯的调查结果令人意外 福岛周边海水居然正常了 但我们中国不点头 日本的尴尬处境很难改善 大家好 日本最近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俄罗斯动植物检疫机构负责人 丹克维尔特表示 经过他们的调查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排水之后 日本周边的海水放射性物质含量非常低 川的含量目前不会对海洋及海洋生物构成威胁 也没有在鱼类的身上发现任何的异常 而坏消息则是 尽管目前海水是安全的 但是俄罗斯还是不打算进口日本水产品 将继续维持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 老实说 俄罗斯给出的数据还是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的 但是仔细想想 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毕竟日本当初首次把核污染水排进大海的时候 不少研究机构预测 仅需240天核污染水就会抵达中国 也就是今年的4月份 但是现在都9月份了 却依旧无事发生 这也不是给日本排放核污染水洗白 只是有些事情需要我们更加理性的去看待 因为过度营造令人恐慌的氛围 其实还会打击到我们的渔民同胞的 俄罗斯作为五常之一 而且与日本的关系逐渐恶化 但是俄罗斯最终还是根据事实来说话 这自然让日本是喜出望外 估计之后会更加的挺直腰杆 大声宣传说自家的水产品没有问题 而美国和绝大部分西方国家 本身就是没有禁绝日本水产品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仅俄罗斯会鼓励西方多吃日本的水产品 日本为了消耗的自己堆积如山的水产品 也会让西方的盟友们扩大进口日本水产品 而美西方国家也该彻底不好拒绝了 不然就会涉及到盟友间的信任问题 不过这并不代表着中国会对日本松口 中方已经多次就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表明过严正的立场 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将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这种自私自利及不负责任的行为 目前还是要求日本采取相关防范措施 简单来讲 不论俄罗斯的检测结果如何 日本的行为本身还是错误的 日本它不纠正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中方应该会继续坚持我们的立场 而俄罗斯这次呢 也是继续维持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 除了要和我们中方保持一致立场之外 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对中国出口水产品这方面 俄罗斯和日本现在那是竞争关系了 主要也是在中方宣布全面禁止 日本水产品之后 俄罗斯希望取代日本水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 俄罗斯很快就宣布不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了 也是因为俄罗斯不想踩我们中国的离去 直接从根源上断绝了日本水产品经过俄罗斯 转而在流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现在俄罗斯维持着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 也是不想放弃我们中国市场的表现 说实话 我们中国曾经是日本水产品最大的进口国 如今我们中国不点头 那它日本的处境是很难取得太大的改善的 日本它这也是咎由自取啊 好我们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